它为什么会让温度力下降的更快 自然教室里 甘人仙校长正在为六年级的孩子上课 有趣的温度变化 让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虽然校长职务可以免除教学任务 但甘人仙校长每个星期 还是抽空排了三堂课 维持他的教学初衷与热忱 因为明年度十二年国教就要正式实施 然后想我应该要跟老师一起精进 把握能够付出的机会 从小就住在金社附近的甘人仙校长 即将参与花莲七月吉祥乐 亲恩好联天音乐首语剧演绎 练习的过程中 他经常想起两年多前辞世的父亲 感受格外深刻 更因此珍惜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光 我觉得当父母亲在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说 孝顺好像也没什么 可是我觉得真的当人走了以后 真的要孝顺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常常在跟朋友讲说 行校真的要及时 来到另外一所校园 辅导主任赖民福 正在和校长讨论音乐首语剧的彩排内容 第一次参与慈祭活动的赖民福主任 将带着六位合唱团的成员参与演绎 校长对音乐剧的内容相当肯定 对学生的表现更是期待 除了这些男生合唱团的孩子以外呢 也可以把这个感恩祈福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带到我们美伦国中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去了解 孩子他们从原来有一点意愿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到最后也慢慢看着 整个慈祭志工他们的动员 然后慢慢的 就当作是他们整个暑假的很重要活动之一 手机上的群组联系 除了约定练习时间 还会针对内容进行讨论和分享 赖民福主任说 他们想用音乐剧感动别人 其实自己心中早已是满满的感动 能够参与这次的演绎 是他和这群学生今年暑假最大的收获 大爱新闻 黄文旗温国家花联报道